那么大家可以发现 刚才我讲了半天啊 咱们的低碳中碳高碳生酮 我们的区分的方法是 碳水 碳水有多少克 然后根据碳水的克数 咱们再来分界 所以就导致一个问题 这样子的分位方法呢 只定义了碳水的预值 但是没有强调 咱们平常吃的 另外的一些红量营养素啊 比如说蛋白质 那么在蛋白质方面 这些饮食都没有 非常详细的规定啊 因此在美国也好 在咱们现在中国的 社交媒体上也好 可以看到有各种各样的饮食 咱们可以看到以前 有阿兹基因斯 有原始人 有地中海饮食 还有许许多多的 各种各样的饮食 最后文章都做在哪里了 都做在蛋白质啊 或者是脂肪上了 因此对蛋白质的种类 比如说是植物来源的蛋白质啊 还是动物来源的蛋白质啊 是吧 这个蛋白质 占咱们每天的 total energy 每天的消耗的能量的 百分之多少呢 这个呢 都没有严格的定义 那么咱们青龙说呢 主要是给大家聊的是 低碳饮食这个层面 那么我们在低碳饮食界里面 见得最多的 就是一个是传统的ketogenic diet 再一个呢 咱们经常聊到的一个是 nutritional ketosis 还有一个是 healthy keto 我给大家一个个说啊 那么最传统的生动饮食 比如大家可能都听说过 生动饮食最早是 被科学家拿来对付 这个小儿癫痫的 这个做法呢 在将近一百年前就有了 在一九一几年 二几年那个时候 大家就开始发现 这个生动饮食 可以用来对付 小儿的癫痫 效果非常好 在一些药物不起作用的情况下 生动饮食可以 那么他们就是通过把碳水 限制的非常少 10%以内 跟咱们这边的标准是一样的 那么脂肪大部分都是70%以上 脂肪越多 可能对小儿癫痫控制的越好 就是这样 那么传统的生动饮食 其实就是强调的宏观营养 但是呢 对其他方面 比如说 哎呀 容易便秘呀 容易产生各种 头晕啊 身体的各种不适啊 传统的生动饮食 并没有去考虑这些 这些well-being的这些事情 因此呢 在受到一些诟病之后 终于 有别的人提出来了一种 叫做 Nutritional 营养性生酮的这个概念 那么这个营养性生酮 我在之前节目里面也给大家介绍过 它呢 是一位叫做 Steven Finney的这位 Doctor 叫博士 或者叫医生也好 他提出的 他在论文中提出的这个概念 那么他呢 对 Nutritional ketosis 营养性生酮 做了一个很详细的定义 那么包括了碳水应该是多少 20到50克 跟前面没有区别 对蛋白质 它有一个定义 它叫做 moderate protein 我们的蛋白质 如果每天吃了很多 超标 会影响咱们生酮 会影响咱们去减脂 减重 所以呢 这个Steven Finney 他说 蛋白质 不应该很多 应该叫做 中等的 moderate protein 他给的一个 计算蛋白质的方法呢 就是 1到1.5克 乘以 这个人的体重 当然了 如果大家仔细去看资料 他这个体重呢 是有变化的 如果咱们一个人的体重 在正常的BMI范围值 比如说18.5到25之间 他就会建议你 去乘以这个体重 那么如果 比较肥胖 有糖尿病 超重的人 他会建议你 这个体重呢 去乘以一个 你的ideal 或者是 通过调整之后的 你希望你将来 能够达到的一个 正常的体重的 一个重量 因此呢 这个将来 咱们在别的节目里面 再给大家仔细说一下 这个Steven Finney 到底是 怎么来定义 这个蛋白质的 那么 最后 对于脂肪 这个地方 Steven Finney 并没有说 一定是70% 他是说 fat 脂肪呢 大家可以吃 直到 你吃的 满足为止 因此呢 对于脂肪来说 实际上是 有点悬的 并不是大家所想的 一个盘子 咱们只有一小块 是蛋白质 剩下的全是 一大块肥肉 这个不是 正儿八经的 营养性生酮 实际上 大家可以这么想 如果有一块肉啊 是 5比5的 一半 蛋白质 一半 脂肪 那么 换算成为能量 蛋白质呢 大概是 4大卡 每克 那么 5乘以4 就是20 大卡 但是呢 脂肪虽然是5 它每一克 含有大概 9大卡的能量 所以虽然是 5乘以9是多少 45 那么大家看起来 很平常的 一个 肥瘦相间的肉 一半瘦肉 一半肥肉 它在能量上 大家可以发现 实际上 蛋白质 占了 三分之一 剩下的是脂肪 这就基本上符合 咱们生动饮食 对碳水的要求 和对脂肪 将近70%的比例 的这个要求 因此 大家只要稍微 动动脑筋 就不会觉得 生动饮食 有多么的恐怖 全是肥肉 吃着嘴里 全是油 不是这种感觉 可能就是 五花肉 加一点瘦肉 加点蔬菜 可能就是这么一盘子 就算是 生动饮食了 那么 脂肪吃到满足为止 意思就是说 大家可能在做生酮的时候 需要更多的 利用自身储备的脂肪 并不一定要把所有的脂肪 都从外部摄入 因为我们最终的目的是 减脂减重 所以呢 脂肪这一块 需要大家 首先理解 咱们这条概念 吃到满足为止 然后呢 并不是大家想象的 一嘴油 一大坨肥肉 不是这个样子的 那么 目的是为了大家产生满足感 在产生满足感的前提下 大家脂肪 可以吃得越少越好 这样呢 才能更加好的调动 咱们自身所处备的脂肪 为咱们减脂 减重 提供帮助啊 那么 最后还有一个 咱们之前也聊过的一个 概念 叫做 Healthy Keto 这个呢 就是 罗格医生 他 所创立的一个 概念 而且呢 这个概念 是拿了注册的啊 是有商标的 大家可以去 布尔克医生的官方网站 可以去看一下 这个Healthy Keto 它是有个Trademark 它是注册的一个商标的 所以呢 它呢 跟前面 咱们这个学术上的 叫Nutritional Ketosis 不一样的地方 它强调的是 对食材的选择 它要求大家 尽量的选择 有机的压 没有受污染的 这些食物 尽量的 去选 好的食材 这是它 所强调的Healthy的 这个根本的来源 也就是健康 那么 对脂肪啊 对蛋白质的一些定义啊 它并没有很详细的 写在它的网站里面 需要 看它的很多视频 去找这个资料啊 那么话说后来 不论是Berg 还是 Steven Phinney 还是 以前的 阿特金斯啊 很多其他的一些饮食 对蛋白质 都有不同的定义 那么 到底吃多少蛋白质好 在学术界呢 没有特别统一的一个认识 那么在人生的不同阶段 比如说年轻的时候 壮年的时候 可能对蛋白质的需求 很高 有些人喜欢健身 喜欢练肌肉 那么对蛋白质的要求 都会很高 但是 人一旦上的年纪 比如说 40岁 50岁 60岁 那么对蛋白质的要求 是逐渐下降的 而且人的身体呢 处理这些蛋白质 它需要耗费的代价 也会逐渐增加 所以有些观点会认为 蛋白质年纪越大 人越老 就需求的 不要那么多 那么 这都是不同的观点 最后 谁赢 最后 谁对 还需要 学术界继续 去探讨啊 那么 我之前在我的节目里面 给大家介绍的 有几个系数 0.6啊 0.75啊 1.0呢 这呢 又是另外一派的观点 比这个Steven Finney 他的这个数值 要更少 那 Eric Burke 曾经还说过 0.4 更少 所以 对蛋白质的 探讨 就不在咱们 今天节目的内容之内了啊 那么 大家感兴趣 可以多方求证 多看一些资料 自己多思考一下 最好的办法呢 就是根据自己的身体 年龄 运动 作息 来调整自己 对蛋白质的摄入啊 最后呢 还给大家提的就是 咱们今天提的 全部都是 红量营养素 碳水 蛋白质 脂肪 大家在饮食中 一定不要忘了 维生素 不要忘了 矿物质 这些东西 摄取起来 并不麻烦 只要大家 尽量去摄取 新鲜的食材 是吧 新鲜的蔬菜 肉类 菇类 这样子呢 就可以一网打尽 咱们最终的目的 就是要把咱们的 低碳饮食也好 还是咱们的 营养性生酮也好 给它做好 做的时间越长越好 越久越好 也就是咱们常说的 可持续性啊 大家可以 三年五年做下来 对咱们身体的健康 会有非常大的帮助啊 好了 咱们今天的内容呢 就说到这儿 希望大家 把今天的内容 这幅图 好好消化一下 然后呢 对咱们传统的生酮 营养性生酮 健康生酮 这几个概念 这几个定义 大家有一个 非常明确的认识 那么将来呢 在网上看别的内容 就会带有批判性 这个呢 就是我对大家的希望 好了 节目的最后呢 希望大家对我的节目 点赞 收藏 关注 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